大家好,在这边有 你们可以找一下我刚刚的程式 所以如果理论上你就用改的 改完1,2,3 这个应该改成B才对 OK 那改完之后的话 最后就类似上这样 你可以清除掉 所以这个一次就清除 那这个的话就再把它输出 就是扣一个,两个,三个 那三个就可以全部把它做完 这个就是最后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再花一点时间 自行再练习一下 最好是回去 delete掉 这些都没有 自己再重来过 因为这个一定要自己熟练它 以后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 该怎么做 反正以后加一个模组 然后剩下的话就sub 反正按钮是什么名称 你就要sub 空一个那个名称 然后底下的话就把回圈跟逻辑写完 这样子的话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题 所以这一题稍微有那么一点难度 所以我们在想说 在第一堂课 讲太难 有时候 给各位太大压力 我们来找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题目好了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再找这个 就是台北市的住宅窃道的点位资讯这一题好了 那这一题的话你把它打开来 之后的话呢 当然这个资料是来自于台北市的开放平台 这个是那个网址 你们也可以从网路上面找到第一单元 这边有个台北市的在这里 这个那这边其实是有个连结的 这个连结的话是从点进来嘛 就是台北市的资料的大平台 那因为我想知道说到底台北市哪些地方的切断按键最多 然后呢 他给我们的资料 其实这边就会有一个预览 那我是从这边直接下载 他下载下来的话是一个CSV档 那我就把这个CSV档打开来之后 那你会发现 他其实就只有提供给我们12345个栏位 但是呢这个五个栏位 其实我最后是希望可以把它做视觉化的结果 就最好是怎么样 可以直接画个图让我知道 由治安最差的排到治安比较好的 OK排序一下 那再来的话告诉哪一条路上面 切断按键最多 一样切断按键最高 一直排到低的 但是因为他路太多了 所以我是只取 假设我只取前十名就好了 OK那怎么只取前十个 再来哪个时间切断按键最多 有没有你会发现就是十点到十二点早上 然后一直往下排 最好是可以做一些交叉分析 比如说我想知道就是总量 哪一区它的哪个时间可能切断按键最多 我除了可以看到哪一区之外 我也可以看到它每一个的相关数量 我可以用一个复合的柱状图结合 百分比的长条图 也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类似像这样 其实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这边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会需要增加两个栏位 因为你会发现如果我想要找区的话 那它的地址 如果你要分析区的话 因为它没有独立一个栏位叫区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栏位 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后续的分析 那当然最简单的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书柳分析表 很快就可以有一个表 一个简单的报表出来 然后你可以再马上利用那个表 去做出对应的视觉化的图出来 而且步骤非常的简单 但是难的地方难在哪 我发现最难的就是 要把那个资料产生 所以后来发现 书柳分析表很简单 但是你如果没有对应的 那个栏的资料 那你就没办法做 所以很多人 老师为什么我书柳分析表不能用 说你还根本没有这个 你里面没有这个栏位 那你要把它变出来就可以了 可是因为它没有学过VBA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像以这一题来看 应该是先产生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什么 插入一个栏位叫区好了 再插入一个栏位叫做路接道 那你想说路接道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 路就好了 主要原因是什么 台北市的地址一定有什么什么路 对不对 那一定有什么什么接 一定有 我本来以为是只有路跟接 后来没有还多一个道 为什么 因为有市民大道 OK 只有市民大道而已 OK 那所以会有三种 那另外它地址也很特别 它地址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的路 理论上是抓到像这个资料就有错误了 像这个什么段它没有什么 没有那个 有有有有新生北路 如果我要的是新生北路的话 那我应该是先抓什么 抓它前面这个区对不对 的下一个字 然后再抓到路的位置 我就可以把这个资料用密的切割了 对不对 那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规则 可是后来我发现 它前面的这个 如果全部都区就好了 但问题不是 它有的还有理 有没有 也就是说如果你全部抓区的话 变成说 它的这个什么什么理就会出现了 那不对 我不用理 我只要什么什么路就好了 所以会多一个 然后呢 有理就算了 它还有什么 它还有零 有些还有放零 有些没有放零 你们可以看底下还有 有放什么什么 零 然后什么什么零 OK 所以变成说 那些都要把它抓出问题来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规则抓出来的话 那就会比较简单的 有没有什么什么零 应该这边底下 有这边有 有没有 变成它还有一零 有的有零 有的没有零 所以有的时候 在处理这些资料最大麻烦 反正的资料不同意 所以有时候当然 前置作业如果它已经统一标准 你就固定的 要不有零就全部有零 你不要有的有零 有的没零 OK 有的有理 有的没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要想要规则 如果有零 那我们先取零那个字 在下一个字开始 如果有零 那就从零 如果有蛆 那就从蛆 所以它有个顺位的 第一顺位一定是零 再来零 再来蛆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字的话 先抓路 如果有路就抓路 没有路抓接 没有接就抓到 所以变成会有很多逻辑 我们把这个规则抓到之后 再来就写什么 写那个对应的公式 方法很多 当然你这个地方 也可以用上面的插入函数来完成 只是说 一样的结果 你可能会写到吐血吧 OK 太麻烦 太复杂了 而且如果把刚刚我讲的公式 用一个公式去数的话 你可能会想放弃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讲过复杂的事情 还是干脆交给VBA来做就好 因为VBA它可以怎么做 像这边我已经做好了 所以趋的部分的话 趋比较简单 因为趋好像都刚好在 什么 第三个 第四个字 然后刚好取三个字 所以这个的话 就直接可以用MID就可以完成 所以这个简单的事情 不用VBA 这个资料 从第几个字 从第四个字 刚好趋刚好三个 还好台北市的趋 它没有两个字了 也没有四个字了 一定都三个字 还好 所以这个不会有例外 所以这个点两下 这个OK 那这个的话 我们如果不用那个什么 就是刚刚讲公式的话 那其实用VBA不要OK 所以这边有VBA有写完 这样就OK了 好 有没有 那只是说怎么做 那请各位想想看 这个规则的话 我在重点再讲一下 如果有零的话 它现在底下有些有零 如果有零的话 先找零 有没有 然后再找零 再找零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一定是三个逻辑 那一定中间那个一定要L一符 所以第一个一符 如果那个里面有零的话 那就抓零 如果没有 那L一符 L一符 那就再里 找找看有没有里 那如果没有里 那就是用区了 所以会有三种 三种 那如果你要找那个字的话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 VBA里面有 有一个类似像φ函数 它叫in STR in3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你要找 找资料可以用in3 找找看有没有零这个式 有没有 然后再如果没有 没有的话 它如果等于零的话 表示是没有 如果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就是它 它会跟你讲说 那个字在第几个字的意思 有没有 比如说它如果像找零的话 就会跟你讲说 找到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第十一个字 它in3的话就会讲十一 OK 所以可以用in3加逻辑判断 最后全部跑完就跑个回圈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对应的成字写出来 写出来这件事情就搞定了 但是写不出来呢 那你就变不出你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你枢纽分析表也不用做了 好了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所以一样啦 就做报表啦 如果你将来要做一些资料的统 简单的统计分析的话 第一个啦 我觉得最困难的应该还是把那个需要的栏位产生出来 OK 那产生的方法好像还是非得用那个 当然大家最常用还是用函数 可是函数很多互分 真的即便可以 但是也非常的不恰当 那怎么办 可能还是要用VBA 那这个范例的话 你们可以从你们的那个单元1的那个练习档里面也有啦 所以你直接从单元1里面找到那个范例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点位资讯 这个档案 那你直接把它点两下打开就可以了